大家好 我啦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受上帝宠爱的一个人 很漂亮一下 这场就叫什么意思 今天这种场面真的 让我今天其实如果看到我的脸书 我就一直在公告 我们要回顾苏博特时代的经济 为什么 现在大家听营业会 我在这边请你处理 可是你们觉得那个感觉 有点距离 苏博特时代是一个感情家 在这边大家都围起来 在他旁边 就这样开始谈了 就这样拍拍手 所以 哇 拍拍手 大家看看 参加 参加 参加到到谁都没干啥的 你来啦 哈哈哈 来来来 等一下 我们 我们一起来 还有很多来宾都来 没有关系 我告诉各位 如果真的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真的 其实我在前面 我就已经预测到 前面会有这么长面了 所以我有点担心 可是 请相信我 我已经沙盘就会了 什么意思 我中间会有很多的小休息 你知道吗 然后那间 如果小朋友 再这样做一下 你先做 啊 等下一个局目 你起来找一找 让你再做一下 如果 都可以 再来 我告诉各位 这里才是正的 下面这里 哦 等一下 我们再会当下嘛 这个 苏博特时代就是这样子 正的也可以 我告诉你 我没事 今天会都是站好 我都不觉得比赛 所以哦 你们在旁边 这是我跟他们 一类加一告 你不要害羞哦 人家回在你旁边 你跟田 你要镇定哦 好 所以我们请 请静导 没关系 好 好 可以 可以 随意 我安裳 反正哦 欢乐 你这样子就过去了 大家请来走一走 轮流座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想笑我 对对对 你看 起立流座 那个小生 你这样可以 这才是很好的 真的 我们是挑刀的 有这个很精彩的一个地方 好 好 那 那可以吗 那我开始讲 我觉得我很幸福 就是说 我推广了两百多次 闯了仿龄音乐会 我的人生境界 一直不能再提 因为我一个人 有这个毅力 一直去推广 吸收了很多能量 得到多助 就是这四个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徐董事长 是我大学的室友兼同学 我们有很多美好的福音 所以 我每一场导人音乐会 有一个主题 我今天的主题 就是跟大家都是很关系的 是一个创作的主题 我还没有演出而已 为什么 来 我现在讲这个故事 因为有我们同学在场 他一定证明 我不是瞎歪人 所以把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讲 好 我大澳的时候 民国七十二年 我读中国医药大学 有一天看到学校里面有一张海报 美的陈诗讲座蒋 许 那时候蒋许三十五岁 为什么他会来 在东海大学当美苏星的主人 一个冬天的一个晚上 我看到美苏陈诗这四个字 我就 我很感到 哎呦 这什么诗 为什么叫美苏陈诗啊 我好喜 居然 那一场演讲 蒋许以来 围着一个围巾 很潇洒 小教室里面大概十个很在听吗 我就是十个里面的朋友 我坐在他的最前面 开始讲美苏陈诗两个小时里面 我没有上课 从来没有像蒋许 演讲上课 我上其他课都还没那么认真 上他的课从头到尾笔记写到我 我感动莫名 结果那一年大山的暑假 民国西湖三年 台中以前有一个很好的建设公司 叫山彩建设 代表白金 有一个山彩艺术中心 现在可能还有 中港路跟英才路附近 有小县的军群 蒋许在那边办了十场的 异文讲 他自己讲了两三场 请焦雄品来讲 请您欢迎讲语道 请赖德主来讲一遍 好一带队的人 我每一个节目都参加 参加完之后 跟蒋许跟几个朋友 不是我 我邀请了 就有人说 蒋老师我们去喝茶吧 是的 蒋老师就跟我们一起 背后去喝茶 喝茶在里面喝茶聊天 然后蒋许都每个事情 所以对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话风一转 为什么今天的节目我想说 好 我要跟我们的同学有关系 我们年轻的时候回忆要回复起来 是的 我们同学我还记得 我还邀请他一起听蒋许的讲座 在文化中心 你还记得吧 时间与空间 然后蒋许那天 讲的题目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美感 然后只要讲五个字讲了快两个小时 这五个字就是春江花月宜 讲这个五个字讲两个小时 我到现在三十几年了 我还记忆什么 中国文字太美了 你如果用英文用什么文讲 没有可能用五个简单的音节 就把这五个美好的意象也集合在一起 春天的夜晚有花有月的夜晚 春天的江边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题目来讲 可是台中就有小绿川小柳川 如果在我们骑士的大火亭高雄 有爱比还算是比较有江的感觉 所以我再改成一句叫春樱花月宜 现在还有个樱花 春江花月宜是唐朝诗人张若须写的一首诗 这个诗人在全唐诗子留下两首 可是春江花月宜大概觉得他接手 他说孤篇盖全唐 一篇的文章写得多么细腻 多么精彩就对了 比全唐诗子的那种意思总是都棒 意思就是这样 他一开始诗怎么写 春江潮水连海云 海上凝月共潮生 艳艳水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明月 大概这样先写一个情 可是那中间的时候有四句话 让我们讲一下 他就开始在问大家 大哉问天问 大家想看看 可是呢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造人 温温等白鹿马 哪一个人啊 在江畔哪一个人第一次看到月亮 啊这个月亮哪一次第一次看到人 然后中间两句两句 人生代代无穷 江月年年 只相似 这就是达到这个哲学的目的上 就好像前不见谷的后不见乃者 那些天地之悠悠 如创满的天下 你看每个春天一样的事情在花上 那就有人时的一些人生无常的感慨 所以他是扬州人 他春天的时候看到那个长江流到海边去 写这么一首这么漂亮 所以我就想说 哎这个很棒 我要把这个主题讲 所以我就用我的标题写 幻想中的春樱花夜月 然后我完之后 有这个idea之后 如果只有idea 有没有办法今天这么美 因为我们两个很好的音乐家 跟我一起来过失 这两位音乐家是我们去年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办了两场音乐会 连续办两场 下午到晚上都很晚场 就是我们的穆菲老师跟赞亚青老师 我把这个过想就那么讲 OK 同时 所有的题目跟这个都有关 简短的 每首曲子不长 简短的 描述性很强的 有一点浪漫裂派的 印象裂派 全部浪漫裂派 让大家用文学的感觉 用自身的感觉来感受它怨起了没有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春荫花月月一开始 我们请我们的优秀的钢琳家 张亚青老师出场了 好 第一首曲子大家所熟悉一下 而且其实我听到这首曲子最感动的 是我大学时候 我们有名的钢琳家 Horowicz 八十几岁了 在美国回到莫斯科去开音乐会的时候 中间就有这首叫 舒曼的梦幻诀 是他的儿子清廷里面的一首 大家都已经听得很熟 可是我告诉各位 音乐我刚刚不认识那么久了 我简单的提点叫我简单的提点 听音乐一定要有记忆的 我觉得这两分多钟 这种曲子太棒了 把古典音乐的最重要的美感精神 放在那里面的领域精致 然后我为了要导演这首 我自己的花蓝头工 有一点小小的心得跟发现 所以预告一下 我今天不会太啰嗦了 就是前面讲的差不多每一首曲子 大概提点一下 都是都不会讲得太差 那唯一讲的比较详细的 就是第一首 第一首叫做 这首曲带着我也听过了 我们先邀请各位几秒钟而已 你认证听把它记忆清楚 好 第一句 好 做第一句 第一句有没有 大家继续什么 各位 做这个动机 它出现了几次 它会出现八次 要简洁的动机 简洁的主题 就把整个古典音乐精神 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听古典音乐精神 其实你要知道它的曲式 做曲进行的方式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假设A跟B 我这一次打明师帮我拿出来 一就是代表A段的音乐 二就是代表B段的音乐 不一样音乐 它通常出现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就是A B A 然后顶多加个小小的尾声就结束了 好 那除了A B A三档体之外 我们常常讲 讲很多年音乐里边 座名曲的第一乐章 叫座名曲式 它就有一样的道理 它就有一个城市部 发展部跟在线部 其实广义来讲也是一个 城市部发展部不一样一下 又回到在线又让你感觉清楚 回入记忆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你最简单用讲A B A来听 就知道是它的进行方式的 那为什么要加个设计 有道理的 你看哦 这第一句是这样 可是第二句你刚开始 你每次听的 一定是打 哒哒哒哒哒 好的就上去了 你刚才已经听了第一句了 第二句叫做 其实音乐常常发生到 第一句出来 它觉得你还不够味道 它一定要有所谓前句 对是后句 就是说前面完以后 第二遍再拉高一点 让你感觉不一样的后句 然后再整个句子 这一段才会结束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刚老师谈的 我们听清楚叫做前句 等一下后句的时候 实际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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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就是拉高上去了 然后再稍微修饰一下就结束了 你要感觉到 那声音拉高上去了 就是所谓的后句 这样就是所谓的前句跟后句 你一定有感觉到它的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为了让你印象深刻 通常它会反复 反复很重要 它让你听清楚之后再去发展 你听清楚之后再发展才有意思 才有比较 所以音乐其实听古音乐 是一个心智非常好的磨练跟锤炼跟锤炼 你很好去研究它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都没有用一点点心一点点的脑 那一面就这样流逝了过去 只是那个学历很美 这样浓浓浓浓的飘 驱途飘满过去 有一点可行的 所以你看 它就从头到尾就是反路在里面 那接下来啊 中间的B段它有一点发展的意思 你感觉到可以发展 它现在台湾之后 中间有个地方 因稍微不一样变得一个小调的事物的发展 我们就知道它是在发展的 来 发展的第一句 就这里 就在发展的 然后接下来再一句 再发展一下 然后最后咩 最后 最后又回到 再宣布的 第一句又出来 第一句你看 又回来 最后 再招集 好 想要 要回到你原先的感觉 让你印象是 那又回到那个感觉 其实 音乐有这种记忆的推淋 音乐是一种时间连速 我讲得像百科唱 我深深地觉得 音乐 你用太理性的去吹弃唱 讲了多久都没有用 你要多多的去聽 多聽 多聽 用多聽 用記憶來融入你的 那個理性的靈異意見 你唱會在你的腦袋裡面唱什麼話學的音樂 沒有 現在在錄 已經在錄了 所以你看喔 最後一句 它也是挑上去 或你會感覺到最後一句 後面那一兩個小時 以前在收尾 把它收尾完就是結束了 所以前往上去談 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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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延長一下 稍微再休息一下 慢慢的結束了 所以這種曲實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本身 沒膽就在這裡 那我常常有在說 我如果是跳水跟體操教練 我講的在過分解動作都沒有沒有 等一下就是連續動作 但是你有經過我這樣講完之後 連續動作來 大家好 兩分鐘就好 接下來我這個要怎麼講呢 第一句 前句 後句 我拉上去 你就知道它是後句 然後呢 再一遍 重複 前句 後句再拿上去 你就知道 你知道它重複 你就稍微記一下 前面兩句其實一樣在重複 增加你記憶 再來發展步的時候 發展步其實也有兩句 也是比較低音樂的一句 再來高音樂的一句 再回來再現步一樣 第一句 再高一點第二句 最後高到慢慢的結束 所以一共出現八字 八字的情況都不一樣 好 各位 不要太有壓力 今天整場節目之後 今天我講最久 其他不會了 好 可以嗎 以最熱烈的掌聲 迎接這首蘇曼的夢幻曲 地圖 使我們 身下 本錢 善 aspect 攝影 dł 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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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